小房隊員將困在二樓的女屋主 從屋內抬出 初步檢查傷事後 立刻將她抬上擔架 推上救護車 準備送醫急救 婦人的女兒在一旁 看到媽媽被抬出來後 立刻上前關心 大批消防隊員拉起水線 在民宅前來回巡視 民宅前混亂不堪 地面滿是燒過後的痕跡 一樓鐵準門緊閉 而當時農煙 就是從一樓竄出 這起活境就發生在六號凌晨 高雄市河一街 移動六樓透天民宅起火 火是從一樓開始燃燒 消防隊員接火爆完後 立刻出動15輛消防車前往搶救 到場後立刻將火勢撲滅 事發原因疑似因為男屋主 酒後企圖興生 燒炭燒烏 平常在這邊就是很會鬧事嗎 不是啦 它東西比較價 我覺得那裡 比較價 我聽說最近那個 有什麼就是不愉快的事嗎 沒有 在一樓的地方就出男性屋主 女屋主是在二樓的地方就出 起火點是什麼 還在做調查 對 幸好這起火警事故 沒有造成任何人員的傷亡 女屋主除了受到嗆傷及驚嚇 並無大礙 疑似縱活的男屋主 則是情緒激動 而詳細的事發原因 警方還要再深入調查 謝謝宋強一 高雄報導